好,今天我们开始预测一下,我们接下来一周,或者说接下来两个周,接下来一个周教养考的内容 之前的预测的话将会分成口语,写作,阅读和听力的每一个形式进行 然后每一个预测里面的话,我们都会要缘一下教养考试的重点预测题 或者说是对于基金比较少的一些题型呢,比如说是read aloud,describe,也不是将对来说比较少 我们只是快速的和你说一下它里面的一些难题的解题方式,或者说关键总结,好吧 read aloud这个题的话是相对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基金 考试的时候我们将来说遇到基金概率大概是一到两道左右 但是运气特别好的话可能到三道左右 这里面的题型的话是没有这个题吧,这个题是很难的一个 Orientalist,Orientalist like many other 19th century thinkers 那这里面的词是比较难的,所以说这个题的难度比较高 希望大家可以提前看一下Orientalist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大峡谷的一个题 让我找一找,where are you 大峡谷这个题 对,Grand Canyon,Grand Canyon 考试的时候的话呢会也是,刚才那个Orientalist还有这一个Grand Canyon的话 考试的时候的话都会比我们的这个文本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点 比如说考试的时候这个Chasm的话其实是没有的 这个All的话是没有的,考试的时候的话应该是据说是同学们回忆说是Amazement 但是你可以拿这个去练,这个难度练好的话 考试的话这个简单的应该是没有问题 然后Tesla和Edison是可以看一下,那总的来说的话你可以 因为基本上来说按照我们同学一个进度的话 把所有的这些Oriental的话应该都是很熟了 只是考试之前可以再把这些比较难的题给看一看,好吧 OK,那今天的话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我要在15到20分钟内把这个所有的讲完 所以说我可能讲的会快一点,那同学们在看视频的过程中 如果觉得根本上进度可以暂停一下,好吧 或者说重新再听一遍 Repeatsense这个提前的话是相对来说没有特别多的集星 考试的时候也是没有特别多的集星 那这个题的话就是你可以把我们这个是我们列出来 这是这一期呢相对来说比较高频的 可以看一下啊,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之前练习的过程中也是反复在强调 Repeatsense功能依赖基金要每天练习100个啊 从50个到200个吧,这么一个区间 那一开始的话你可以先练50个,然后到后期的话你可以练到200个,好吧 然后平均的一般来说是每天100个左右,平均每天100个左右 是一个通过练习提分的一项 因为它毕竟来说没有基金,又是一个客观体 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多的技巧科业,好吧 有些基本解决技巧的话,我们也是在课堂上有说过 那下一个提前的话,Describe image 我们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只是说一下比较难的一些题 那这个题的话比较简单,对吧,有chicken addouts比较简单 然后这个题,Desalination 注意一下它的发音,Desalination 然后这个salt and minerals它的词的发音 那里面的关键词的话,我们说过,Describe image 对于这种比较难的题的话,关键词 我们一般来说7到10个词就可以了,7到10个词 那这7到10个词的话,你可以先准备一下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难的一些题型的话,是这种题型 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些较多的一些城市名字 城市名字我们再说一遍,如果你不会发的话,不要敲进去发,好吧 现在的话这里面有一到10个名字 你会发5个,就完全可以了,发一半完全可以了吧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个题,一个国籍题 United Arab Emirates United Arab Emirates Jordan 然后它里面的话,这是一个非常老的题,对吧 然后它里面的这些题的话 它里面这些词的话,除了这两个国家名字的话 还可以说Rectangle Rectangle 长方形 Triangle Irregular Irregular patterns Irregular patterns 表示不规则的图形 然后这个star可以说一下 它本质上做一个对比,对吧 making a comparison making a comparison 然后它们的一些图案,它们图案的颜色 不好意思,它们图案的颜色 可以再说一下 有red green black and white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一个trading goods trading goods这一题的话 也是比较常考的一个题最近 那它里面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多的,对不对 就是它里面的这些例子其实很多的 然后我们要记住这些例子的话 你可以不用全部都说 因为的话很多同学为了强行把这个说得很快呢 或者说把这个全部都说呢 会说得非常快 说得非常快的一个结果就是说 很多词都不能说得很清楚 就像我现在一样 你可能听不清我在说什么你可以回放一下 好吧 然后那你怎么去处理呢 你可以将这些例子啊 这些名词啊 挑着简单的去说就可以了 挑着会说的去读 OK 然后这些国家建议都说一下 这个读字 Lebanon Lebanon 这个是Nubia Tropical Africa Tropical Africa 热带非洲 这个是Mediterranean Mediterranean 地中海地区 好吧 地中海地区 OK 这里也是有一个地名的国家 地名的图片 New Jersey Chicago South Carolina Carolina Sorry South Carolina Michigan Virginia OK 这里的话你有五个地名吧 你建议说三个吧 建议你会读里面的三个 而这些数字的话 我们再强调一下 数字的话因为它是一些约束 对不对约束 你并不用读的很精准 为了确保这个流利度 并不用读的很精准 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下一个比较难的是这一个 这个种字发芽 长成一个种 种字发芽 长成一个 长成一个植物 这一个体里面的一些关键是有seed seed 好吧它是在一个ground 在earth里面 在earth sorry 你的soil 你的soil是可以的 OK 然后这个的话是下一个啊 下一个的话你们看到下一个是 这个是一个什么 有根根的root 然后stem stem 然后它有curved curved stem 然后这个是比较直的一个 straight stem become straight 然后这个的话是becoming deep and deep 它的根变得很高 然后它里面有yes leaves 还有一些小分支 你可以说brunches 你也可以说小tick 好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一个最高的一个状态 the highest OK 里面这些字的话是可以足够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比较难的 那这个的话是照着去读就可以了 最近考的相对数比较少 或者说好像考的很少 然后这个这个是 这个叫做什么 我看一下 让我 OK 这个是那个什么 making comparison about the right way of using keyboard and the wrong way of using keyboard 这个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对照我们的一个给你之前有 应该有我们同学发过一个 describe image里面的重点词汇 好吧 对照这个重点词汇这个表 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然后这个种子发芽 种子苹果树的话 这个是相对说比较简单 你可以说成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式 seed apple tree tree with flowers and tree with leaves okay cool and next one next one 这个啊这个细菌的这个题啊 细菌侵犯细胞这个题的话 这个题的话里面你比较难的一些词 有virus 最近的病毒 但是你可以说bacteria 你可以说都说bugs bacteria or virus 它们入侵细胞 细胞于cell 细胞 细胞于cell cell membrane 然后的话 这里面就是absorption 吸收 absorption entry replication assembly release 然后你可以说 the cycle will start all over again 在最后的时候 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 在任何一个流程图的话 其实都是可以说这句话的 哪怕它没有形成一个闭环的系统 在图片上没有形成一个闭环系统 你也可以说这句话吧 为了加回节奏的话 我们看一下 快速看一下这个图 看一下这个图 也会进张考 为了加回节奏的话 我们快速过一下这个吧 这一个话里面一些比较难的一些东西 有这个rubish bone 有pizza 有orange 有什么cubon cutten box cutten box 有是用cupcake 还有一些bone chicken bone 或者说是fish bone 然后这个是个birth feeder 不好意思 birth feeder 如果你忘了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里面这些词 好 然后我们快速看一下这个read up lecture 我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新题 可以看一下 这个题是比较重要的 london free stretch then and today ok i'll retell lecture retell lecture的话是这样子的 嗯 里面的比较 常考的一些题的话 我们快速给你们过一下 比较常考的一些题快速过一下 brand development 你再了解一下 主要是说了它大脑分成sign部分 当然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分成sign部分 分别是什么呀 一个是考的比较少 我们先不管吧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 另外一个版本的话说的是 它们是一个高度整合的一个器官 从上到下 从上到下的话 它会怎么样越来越高级 然后一个人的经济会影响大脑回路 同时你大脑回路 也会影响一人的经历 ok Early Robot Early Robot 早期的机器人 早期的机器人是一个戏剧里面的一个角色 他并不是一个什么 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人 然后这个机器人在这个戏剧里面的话 主要是一个作为一个 labor 然后它的一个主要功能 它产生一个原因 是因为在二战之期 人们去反思战争的一个本质 或是去反思战争 然后去反思什么世人 所以说这是一个早期机器人出现的一个原因 然后Immigration Control 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人们应该要限制或消除 这个Immigration Control 为什么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的话 是从经济角度上来说 可以Double Size Wall 从道德角度上来说的话 是可以帮助那些比我们更穷的人 ok 然后这个Unreliable Service 讲了一个Buy Sample这个字 Buy Sample 什么叫Buy Sample呢 就是说你在取样的时候 在做调查的时候 你这个取样 相对来说不够精准 不够精准 就是不够 应该说不够精准 应该是没有太有 具有偏见性 比如说 具体为什么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好吧 这篇文章里面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回忆起来的话 Linguists 此话主要讲的三个东西 一个是Linguists 语言学家 另外一个是Authority of the Language 语言的权威 另外一个是Committee 那他讲的是 谁应该有的 theAuthority of the Language 并不是Linguists 而是应该theCommittee 如果只是掌握在少数专家的手中的话 这个语言会消亡 Rise的话主要讲的三个大米 主要是解决一个World Hunger的一个问题 三个大米的话 每一个 就IR8 IR36 IR72 是吧 每一个大米的话都会随着一个升级 每一个怎么说 随着升级的话 这些大米的话 装甲都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大米 解决World Hunger这个问题 好吧 还有下一个是Rhetoric 相对比较少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主要讲的一个修辞的一个用法 然后Superpower Superpower是表示 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 会迸发一些暂时性的一些力量 叫做 Hysterical Strength 或者Superpower 那这是不可重复的 Not Repeatable Wilson这个人的话 主要是一个给美国的大众 带来一个 就把美国文学带到美国大众去 这么一个人 他做了这么一个事情 OK 然后 Thermal Dynamics Kinetics 这个词的话 考试会有一个PP 你找着去读就可以了 但这里面的词会相当难 比如说Thermal Dynamics Kinetics OK 都表示热能动力学和动力学 OK Major Parts of Physics 让他们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 讲的一些事情 OK 比如说有Motions for Forces OK Dynamics 这词 然后Wilson Contribute Child Birthrights 这个的话 是表示西方的国家的女性 他们不愿意突生 不愿意不愿意去生孩子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你可以看一下 好 这个是bulb calorimeter 是吧 表示热能的一个 炸弹式的一个卡路里的测量仪 怎么去测量呢 就是你去燃烧一个食物 好吧 这是一个食物放在这个里面 当考试的时候 并不是这么一个图 只是一个类似一个图 好吧 考试的时候的话有类似一个图 然后一个食物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去燃烧 然后它这个产生一个能量的话 就是这个 产生一个能量到这个温度上升 这个温度的话 怎么说 这个上升的温度 它就代表了一个食物的能量 OK 然后这个wellspeaker wellspeaker 这是一个 在我们上课里面讲过的 是一个 数字非常多的一个 那其他的认识的话 你可以将这个数字 记得相对比较少一点 或者遇到数字可以不用记 但这一篇的话 数字还是要记的 好吧 因为它里面的数字是为主 数字为主的一篇题 然后infinite market theory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一个题了 infinite market theory的话 theorem 就是说 我觉得上个我们就是 我们课的同学的话 应该都会知道这一篇题了 就是 所以说我们就不许夹了 可以如果忘了同学 可以仔细看一看 climate change 讲的是一个在非洲里面的 climate change的一个情况 影响了一个 他们的一个庄压收成 而影响了一个他们的一个 导致了他们的一个饥饿 好吧 然后这个趋势被认为会持续 civil society groups 这是一个民间团体 民间团体的话 它说一说说到 就是其实就是相对 是个非政府团体 OK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它提到一个点的话 就是说 在这个团体里面的话 大家可以相互帮助对不对 然后这是一个non-governmental的 所以说 它的一个成就 或者它的一个规模 显示了一个governmental的一个实力 就是在西方民主国家 就是相对怎么说呢 就是它认为越民主的对吧 越民主的政府越强大 所以说 如果你这种非政府组织越多 就是政府越能容忍 这种组织越多的话 那其实相对说越民主 那就是越强大 好吧 可以反映了一个政府的 它这里可以说 反映了人们对政府的一个信任 好吧 最后看一下我们无音频 因为只要在resalex里面 这是一个US economy 这个职业照耳术就可以了 我们不说 Property的话说的是 这个额的话 不要完全照耳术 这个不要完全照耳术 它里面的内容的话 和这个图料不是完全一样 主要是说了 就是说 如果很多很多这些地方 确实有这三个地方 Vietnam, India, Zimbabwe 确实有些贫穷的问题 然后他们无法获得 他们这些贫穷 影响他们的发展 好吧 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 应该保证卫生 您说 sanitation 这个词画一下 sanitation and education sanitation and oh no ok 改不了 改不了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population population aging problem 比较简单 比如说 transformation 主要是讲了一些 发展中国家 在发展的后期的话 在发展的后期的话 会遇到一些瓶颈 瓶颈 在他们拽行到 怎么说 发达国家之前 中国和印度正在经历这些瓶颈 ok 然后那个language soda 就是说 人们和儿童和成人的话 都会不知道什么叫做 有的时候都会有缘障 language soda or inability to produce speech 那儿童的话是一个哲学问题 对成年人来说 这是一个逻辑问题 ok government blogging 就是说 blogging这个东西 我们都知道的 博客人们都会在上面 自由的发言 但在government的这个网站上的话 也是有更多人在去自由的去发言 但这样的话会让这个什么 博客变得很混乱 因为很多人对政治有偏见 或对政治有自己的意见的时候 特别是在西方民主国家 可以随意的去发言 对吧 ok 然后这个practice讲的是 最近比较长看的一个题 practice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 人们的话 再达到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比较厉害的状态的话 一定是要有 大量的大量的练习 大量的练习 ok happiness and social relation 就是那个社会的一个关系 和你的一个happiness 关系 和你的happiness之间 是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你的社交越高 社交质量越高你越高兴 ok 这也是我们 怎么说 可以比较理解的一个道理 robots讲的这个什么 人们的话 robots很厉害 但是他有些人 他有一些是 我们人类能做到 但是继续做不到一些事情 ok 然后 这个 the large hadron glider 粒子 对大型粒 强制对撞机 这一篇里面的文字非常难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glider 对撞机 clider diameter 直径 绝对零度 还有一个accelerate accelerate protons 然后 collation of protons accelerate protons 加速粒子 加速粒子的速度 ok collation of protons 质子的一个碰撞 但好在是他有文字和图片 所以说可以照读 ok foodlabel的话 表示用不同的颜色 去标译不同的label 它有不同的食物 它标志着一些 包括消费者去选择他们的食物 ok mars这一片相对说比较简单 就是里面这个词habitful habitful 表示它是移居的星球 然后mineral 表示它有矿物质和盐 但它比较热 它比较热 人们认为它 它是lipful lipful 或者是habitful 好的 下一个是longed head turtles longed head turtles longed head turtles 那它是矿命绝了 然后他们怎么怎么着 利用一些卫星定位 satellite satellite to look at or track the migration route 就是 这个字读的route 当然也可以读的route route ok manufacturing cost 比较简单 然后测试education expansion Europe 直接去读就可以了 讲了不同国家里面的 也不能完全直接去读 不要是讲了 可以图表是有很大一个利用性 就是讲了很多国家不同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什么呢 不同的一些教育成本一个支出 英国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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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国家比较高 然后这个直接照住 好吧 alternate export 这些照住 Dimension的话 只要讲了一个一维 两维三维四维 确定一个一维的话 是用描述赤道上一个位置 二维的话描述地球上 表面上一个位置 三维的话描述 就加上了一个海拔这个东西 一维的话其实就是longitude 二维就是longitude and latitude 三维的话加上一个elevation 三维的话加上一个tine 好吧 加上一个tine OK 然后那个sute emission tree sute 这片比较老的 something OK sute的话表示一个煤炭 煤灰 对吧 然后它这个什么 又叫black carbon black carbon 然后长期暴露在expose this environment expose to this environment 将会导致一些呼吸疾病 respiratory respiratory and asthma throg deformity 这个可以有图照度 好吧 然后galaxy darkness 表示我们这个词比较难的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话题里面的词比较难 它会讲到一个illustrate illustrate the reason 就是阐述这个原因 然后copy free 表示棉板圈的 可copy 然后galaxy galaxy 硬核系 然后low frequency waves low frequency wave 低频波 detect something 发现模式 infi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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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无限的 ok myste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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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 mac city mac city 主要讲的一个大城市 占据了就是 有很多很多的大城市 越来越多 因为城市的发展嘛 世界的发展 占据了2%的途径 但是有50%的人口 以及消耗的75%的资源 是一个略带讽刺的一个 这么这么一篇 好 下一个是net resources consumption 不讲啊 简单一看 civilization like a shape 主要是像 就是文明像一个是 不断的行情 在行情过程中 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 是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 我们 it's an urgent problem it's urgent for us to do something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alright 寫下来后这个词 we can't just trial and error trial and error trial and error 这个词可能叫难 trial and error 就是试错 试错的意思 ok dissociation dissociation of personality 表示人格的一个分裂 它有b1,b2,b3 三个不同的人格 他们b3知道b1,b2的存在 b2知道b1的存在 b1啥都不知道 比较有意思 ok 这个词讲到了一个什么 hallucination hallucination 比较幻觉的意思 hallucination treatment what is that?hallucination hallucination sorry hallucination 都错了 hallucination treatment 表示一个幻觉的一个治疗 好,下一个的话是stress reactivity 就是讲了母亲在小时候 对你进行一个舔试 或者抚摸比较多的话 你会有这样大的一个抗抗压力的能力 如果这个行为比较少 母亲对你这个行为比较少的话 那你就会有一个比较低的抗压力 好吧 alright 然后我们看一下uncial question uncial question的话 遇到经济概率比较大 一般是50%以上 正常来说 那你就是把这个全部都看完 就先了吧 把这几个题全部都看完 不是设备多 全部都看完 好,看一下我们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writing里面的基金 writing里面的基金的话 其实全部都是基金 小作文和大作文全部都是基金 目前来说 基本上百分之百的面穿率 那我们快速看一下 你们就不全讲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一些不需要难的题 不要难的题呢 有哪一个呢 小作文里面的话有这个 这个石头 二十个题 二十个题是一个石头 这个石头的话说是 你要去这个石头就是一个拓本 上面刻了字 然后很多人的话 都是为了把这个字给拓下来 就不断的用不同的技术去拓字 导致这个石头非常脏 另外一个脏的原因的话 是因为这个什么游客都不断 游客都不断出摸 导致它很脏 那现在的话就是告诉你 怎么去清洁清洁方式 OK 那我们看下一个比较难的是一个 Trium 这个非常难 这个很多同学都读不懂它的意思 关键一个词是B 好吧 我们在课堂上有讲过 关键的一个词是B OK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面的话是一个 Living the country Living the countryside的话 主要是讲了 这个词看起来很短 这个题看起来很短 对不对 但是里面他讲了一个意思的话 很多同学可能是读不懂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的语法比较大 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 然后主要是讲了 这个作者 他是希望搬到农村去 然后他的一个妻子叫类子啊 他其实不想搬到农村去 然后两者的一个矛盾 以及作者最后怎么办 然后或者作者最后怎么认为 Parents birth older sorry Parents birth older B-I-R-T-H 他们的一个出生顺序是吧 他们一个出生顺序的话 是讲了一个就是 基本的例子就是说 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说 老大的出生的父母 就是比如说你的父亲是一个 在家庭里面 在他的家庭里面 是第一个出生的 那他可能会对你的 就是你的家 自己的家庭中的那个 先出生的 他的先出生的孩子 也是老大的孩子 更有关照 更去理解 然后老二出生的父母 会对老二的孩子 就是第二个出生的孩子 有一定的关照和理解 但是这种 他们就会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性格 就会受这个出生顺序的影响 但是最后说过 这个出生顺序的话 并不会受 并不会是 并不是不能改变的 是可以改变的 好吧 然后这个 讲了牛和草之间的一个关系 他们相互遗存的 它里面不光是 这两个相互遗存 还有细菌啊 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也会相互遗存 好吧 这是这一篇 然后 Trojan watching TV 也是比较难的 比较难的 还有Books and television 也是比较难的 这两篇的话 我们也可以快速看一下 然后Writing Essay的 Writing Essay的话 到目前为止来说 我们出现的这些 Essay的题目 都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在课堂上都讲过 所以说不惜说 然后Writing是这样子 Writing的话 其实现在Riodal遇到的 应该率是比较大的 Riodal遇到的应该率比较大 所以Riodal的建议都看一下 可以结合我们的中文小故事看一下 好吧 然后Philipbank遇到的相对比较少 相对比较少 和往期六月份七月份 比起来的时候 真的是少很多很多 那建议的话 如果真要看的话 当然你可以全看对不对 但是 你也可以 我看一下 你也可以只是看 从 如果时间不够的话 Philipbank的话 在我们的基金上呢 你可以从 这个 你可以从 让我找找找 从七十 六十七个往下看 六十七个往下看 这是第一个提醒 这是一个下拉式提醒的 是六十七个往下看 如果你是 当然 当然 如果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全看 这一定是绿色基金 要全看 然后如果是Philipbank reading的话 就是这种拖转式的话 你可以从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个开始看 一百四个到最后 ok 因为它是相对来说的话 是目前来说 遇到概率比较大的一些题 然后那个 我们看一下 Listening Listening 快速看一下 我的时间就要用光了 快速看一下Listening这些东西 Listening的话 Vitamin D讲了一个 Vitamin D的一个东西 非常常考的是吧 非常常见了 它是一个阳光维生素 它合成需要阳光 树里面很少 然后离开赤道之后的话 人们 早期的人是有足够的阳光照射 所以说有很多维生素 后来离开赤道千亿之后的话 就是 很少了 就是阳光照射就比较少了 所以说我们就要从 食物里获得 维生素 Channel 12 非常非常老的一篇题了 对吧 依然在考人才战争 然后不同的版本里面的东西的话 大家应该回忆一下 然后 还有Indian Python 在此也是 也是一篇非常常老的一个题 然后两个版本 分别是 第一个是 第一个农民是有一定的问题 后来的话 他们是 后来的话是 第二个版本是说的 它出现一个种子影响 帮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Global Warming 也是一篇比较长的一个题 就是说 它里面的话就是 我们Global Warming的话 一个本质是由一个 人口不断增加 导致了我们的一个人口增长过快 超过了一个农业生产力 OK 这是在当初是我们一个语言 但是人们没有 没有重视这个语言 那我们现在就要重视这个语言了 需要去去干什么呢 需要去采取一个预防性的错 是precautionary principle 这个词 可能是比较难听懂的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to avoid the worst scenario of this prediction 而CX endangered language 表示人们的话 语言正在灭亡 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是不是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因为人们只是对语言的一些 名字来源 或者说是小镇的名字来源 或者一些单词的起源感兴趣 那我们要重视这么一个 语言灭亡这个问题 然后下一个的话是 prevision of pandemic transmission 就是一个大规模流行机器的一个控制 在发展国家 美国的话 他们做大量的一个控制 比如说是疫苗准备啦 之类的 实际上收入准备 但是在发展国家 没有这种资源 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真正的一个挑战 然后make the money economy 我可跟这个 我们是工业革命的时候的话 是有一些问题 后来的话出来了一个立法 使这个经济再次发生 再次开始运转 Human Rights Act 这是英国的一个人权法案 这一篇是比较难的 我们应该仔细看一下 我们就不细讲了 Wildlife in Africa的话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Africa的话 野生动物的两个作用 一个是提供食物 一个是提供收入 好吧 然后republic的话讲这本书 这本书的话是一个 比较好读懂的书 好吧 然后它是解决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 Misunderstanding about globalization 这个希望大家看一看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 相对来说 不是特别 就是不是特别 和我们的观点一样子的 或者说比较那个 比较隐晦 不能说隐晦吧 比较没有 没有直接 直接逻辑的一篇 好吧 然后下一个是Misunderstanding Industrial revolution 叫人有工业革命的一个误解 工业革命的话 一开始的话是觉得和 机器和工业革命的 和机器的发展有关系 但后来的话 其实只是一个 手工业的大规模的扩张 手工业的话是Artisanal 或Craft 好吧 Industrial Business Client 讲了一个密封 密封的一个摔摔的原因 考试说到这个东西会很长 也不会很长吧 就不会这么短 它是有一个老头读的 但是相对来说 比较断的去读 所以说比较简单 就是Business Client 的一个原因 它污肿也有很多原因 然后它这个一个 很多人的话 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 开始采取了一些行动 OK Sound Receptor的话 是讲了一个声音感受器 声音感受器 它的一个形状是什么呀 它是怎么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这样子的 可以自己看一看 会议一下里面的内容 然后Education Leadership 也讲了一个 这是比较长的一篇题 就是Education Leaders 对于这种什么 企业管理手来说的话 你不能光是去Management 你还要去创新 你创Management的话 你可以在Business School 里面学到 商学员创新的话 可以是在教育学里面学到 DNA和RNA的话 讲的一些生物之间 相互联系的 然后大学竞争竞争 竞争五个东西 五个东西分别是什么 看一下 Lounge的话 是洗衣旁的一个历史 在没有洗衣服之前的话 人们是相对来说 比较慢的一个方式去洗衣服 然后Seasonship curriculum 的话讲的是一个课程 一个公民课程 公民课程的话 就是说有的学校是开展了 一个学校没有开展 开展了被表批 没有开展被批评 Emerine Lovins Emerine Lovins Emerine Lovins讲的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科学家 他也不是一个科学家 他是一个希望用一些 极为能的方式去改变这个世界的 为人类造福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他有的 有的人是称赞他 有的人是认为他疯了 然后双与儿童的一个认知优势 讲了三个三所儿童的一个实验 好大概回忆一下 然后英国的环境法案 讲了英国环境法案 一直是被有这么一个传统 但是在查理二世纪 没有得到一个 没有得到一个 好的很好的一个效果吧 工业革命时期的话 又出现了这么一个 又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工业革命时期的话 就是又出现了一些理发来 保证它的环境 OK 然后基因的发展的话 基因的发展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人类的基因 和我们古代的猿猴的基因的话 差别没有大 但是 差别没有很大 但是我们的大脑 产生了一个发现的变化 这就说明 少数的基因决定了这么一个变化 OK 然后drug ad的话 就是药物广告一个题 然后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好吧如果忘了同学 New Zealand的话 是新西兰的一个 多元化的一个问题 Diversity 然后female novelist 是一个非常老题 也是考的非常频繁的一个题 讲了一个女性小说家的话 也先去想去写那种 非刻画的小说 既实类的小说 后来去决定追寻自己的梦想 去写一个novelist 这第一篇的话叫做 写了第一篇的文章叫做 The Secret Life of Bees OK Government used tricks 表示政府用一些事情 来隐瞒这个事实 OK 然后cover up the facts 然后benefits of laughter 笑容的一个好处 好吧 笑的一个好处 主要是对抗逆境 然后devolution of power 是分权 分权一个事情 分权的话就是说 将政府的权利 从 这是在美国的一个事情 从联邦下方的州和人民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作者观点是什么 可以看一下 Shakespeare介绍 这个人 他主要是写了一些 他不光是一个诗人 他生活的很久以前 他的语言比较难理解 对不对 他不光是一个诗人 他是一个剧作诗人 剧作家 OK Music and Mind 之间的一个联系 这边也是比较新的一个题 那这个的话 有一个词 叫Get chills to Music 表示对大脑 对音乐感到兴奋 对音乐感到兴奋 这个如果忘了 可以回忆一下 回忆 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意思 OK Fast Radio and Best Fast Radio and Best 表示一个快速射电报 他这篇文章的话 其实这个topic是比较难理解的 也是可以看一下 Fast Radio and Best 也是一篇星体 OK Instinct的话表示一个 他的先天的一个本能 本能 Instinct 表示一个本能 他和reflex 之间的一个区别 调节反射之间一个区别 然后What if money was no object 就是钱如果不是问题的话 应该怎么办 就是我们应该是建议 作者建议我们去做 我们应该喜欢做的一个事情 OK Globalization and IT 是二者的一个融合 这些最近在考的比较多的一个题 二者融合的话 每个人都经历这么一个融合 然后 The plumbing of the world 表示世界的一个中心 可以加这个词 The plumbing of the world has changed OK Curator Curator考试的话 没有这么长 没有这么长 主要是讲了这么一个Curator 作为一个博物馆馆 他介绍 Curator和一般历史学家的不同 当然也讲了一些 就是别的一些信息 好吧 可以看一下 然后law studying的话 讲了一个学习法律的一个好处 不光是为了对于律师好处 如果你学别的学科的话 也是对 也是对你学别的学科的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law studying的话 会培养你的一个认知能力 analytical ability analytical 不好意思 分析能力 analytical ability 然后humanization development 简单看一下 definitional risk 考的比较多 这个是risk两个定义 OK 然后memory的话 这个看一下有意识的memory 和imphasis memory 还有一个是big bang theory 考的比较多看一下 然后intuation 考的比较多看一下 然后forestation earthquake 考的比较多 globalization 考的比较多 rglobal building 也是考的比较多 好吧 刚才我们刚才去细讲那些题的话 也是考的比较多 因为时间因素的话 我们就不细讲这些 后面这些考的比较多的这些题了吧 所以说我们不细讲了 OK 然后face recognition的话 简单了解一下就行 OK alternate housing考的比较多 然后misuse of drugs 考的比较多 好 后面的话这些没有音频的 没有音频的话 因为时间因素的话 我们就不细说了 然后这些没有音频的话 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千万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不要因为他没有音频 你就觉得他不重要 没有音频的话 只是目前来说 确实没有找到这个音频 但不代表不代表他不重要 特别是这个什么 加拿大女人是一个非常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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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说 biological forgetting biological forgetting analogical walking data 都是比较长考的 只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些没有音频 这个东西的话 确实它的文本 它的这种 不是文本 它的这种 它的这种叫什么呀 就是这种小故事 我们这个小故事 或者说 这个不是打喊 这个是一种小故事 但的话你并不用按照这个去写 这个小故事并不是那么的完整 好吧 并不是那么的完整 这个狗的一个happy home 的话也是比较长考的一个题 ok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什么 right from the taxation 一个字啊 全部备过好吧 宣布备过 好那是我们今天预测的 这个时候预测的所有内容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下次再见 ok没有问题是吧 我自己一个人在录 ok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